哇!大佛!哇塞! 像這樣在大佛前 然後餐飲水池的旁邊吃飯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我們來到秦幻樂園 它是去年9月才新啟用的免費景點 走吧!跟我一起進去童話故事裡面 我就是為了它那個超級可愛的龍貓湯園來的 據說可愛又好吃喔 可是因為我剛剛要先拍特寫 所以它的臉變成這樣的 永遠就可以看到這一顆大月球 我很難不被它吸引欸 走吧!我們先進去 嗨!我是Haven! 今天這一集要帶大家跟我一起玩 高雄巨蛋的周邊景點 不需要花太多的交通時間 也能夠一整天完好完滿 第一個點我們要來吃火鍋 就是這一間天水月祕境鍋物店 它不只是在Google上有4.7顆星的高分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裡面有很氣派的大佛跟蠶翼的水池 今天還沒有到我預約的時間 剛好它外面有菜單 我們就先在這裡看 這裡的鍋物有6種選擇 最多人推的就是 老火鍋跟壽喜鍋 再來選肉類 如果你不想要用單點的方式 這邊也有一些是套餐 我今天想要選的是這個 肉燒鍋套餐 我一定要換成壽喜鍋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 另外一條菜單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它有提供壽司 我覺得火鍋店跟壽司的結合 算是比較不常見吧 那我們去吧 進去吧!進去吧!進去吧! 哇!大佛!哇賽!等一下再來看 哇哇哇哇哇哇!真的是裝潢真的是超浮誇的 我先去我的位置上坐好 等一下再好好地帶大家看 這裡面的菜單是掃QR Code的線上菜單 點完餐來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這邊就是超氣派的大佛 它的水池上面还有点灯 然后还有烟 整个就是真的很有产意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柜台 柜台后面也有很多佛祖的头像 我觉得最棒的位置就是像我们今天做的这种靠水池的座位区 我现在走到大佛的前面这里 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件事 另外一面的造景是两只巨大的手撑着屋顶 哇 这个设计真的是很酷 这直接融化在里面 这边有附的是和风海鲜沙拉 上面有一些水果然后也有蟹肉棒 套餐里面也有附寿司 总共有六罐 不过其中两罐是豆皮寿司 我觉得寿司就是一般的寿司 菜盘总会也算很多 有一些菇类啊还有蔬菜 那这个就是最浮夸的肉爆多肉盘 真的超大一盘 我刚好问一下工作人员 这上面总共有五种肉 先来算那个寿司锅吃看看 我觉得肉算中规中矩啦 就是有点嫩 但又不是说超级惊讶的那种 我们来喝一下另外一个招牌老火汤 我觉得比我之前在外面喝到的老火汤 跑到奶味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最后有一个香料的味道 像这样在大佛前 然后残益水池的旁边吃饭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然后我刚刚发现啊 因为我一抬头就看到天花板 上面还有做那个现香的造景 而且它连那个尾端都有做红点点 就很像正在燃烧的感觉 我吃饱了 我觉得天水月整体来说啊 它装潢真的是很有特色 辨识度很高 那我刚刚去结帐啊 两个人吃起来是1637 可是我们今天是吃 比较好一点点的套餐 它其实也有200到300的个人套餐 那这一家距离高雄巨蛋也很近 车程只要5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想要搭捷运来的话 可以搭到生态园区站 走过来只要6分钟 那接着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吧 接下来我们来到 连吃他儿童公园里面的奇幻乐园 它是去年9月才新启用的免费景点 里面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世界一样梦幻 走吧 跟我一起进去童话故事里面 走 这里有一个超级巨大又梦幻的 棒棒糖旋转木马耶 好Q喔 等一下好好的跟他们拍张照 我们先在这个园区走一遍 让大家看看 全部都是少女粉 这里有扑克牌士兵 讲到爱丽丝梦游世界就是不能少了他们啊 这里有一个扑克牌做成的框框 跨过去 还有一个12点 可以穿过来 这里有巨大怀表 它怎么没有兔子啊 没有 但是这里有红星皇后的城堡 这里还有旗子 可以在这里下旗 其实它的范围没有很大就是这样子一区 可是我觉得都算蛮可爱很好拍啦 有来这附近的话 带人也可以拍拍照 小朋友可以跑一跑 挑一个凉爽的位置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排行程APP 就是它TimePi Go 它真的非常好操作容易上手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很棒的几个功能 像我今天的行程也有在上面打好 今天预计要去四个地方我已经打好了嘛 所以上面这里会有一个地图 它就会自动帮你标示出来1234 这四个景点的位置相对距离都有 所以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说 这个行程有没有顺路有没有景点需要交换的 那再来呢你这个1234的景点都打好之后 APP还会自动的帮你算出景点间的交通距离跟时间 像我现在选的是车子 所以它就跟我说距离只要6分钟的车程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是步行或者是大众交通工具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那如果你想要加行程的话 按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点进来它还会自动的推荐你周遭的景点 你也不用担心说不知道要去哪里玩 最后就是因为出去玩 通常都会跟朋友一起玩嘛 最上面这里有一个成员的选择 你按下去 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就可以把朋友加进来 大家一起编辑你们要出去玩的旅游行程 是不是真的很赞 在奇幻乐园的旁边 也有小朋友可以玩的游乐设施 像这个就是小山坡 然后往里面走这里还有攀岩 喂 我是Haven 大家要按赞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还有一些小山洞 而且很缤纷可爱喔 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转来转去的 所以如果带小朋友来的话 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那接着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 第三个景点 我们来到旧城小旅行 我就是为了他那个超级可爱的龙猫汤圆来的 据说可爱又好吃喔 他外面的黑板就有写他们的菜单 最重要就是这个造型红豆汤 可是他这个造型是固定的就是龙猫 如果想要两种造型都有的话 他就要点一个红豆汤 然后另外再点一个米好 有甜酱油跟黑糖两种选择 除了这个以外 旁边也有双麒麟跟饮品 赶快来吃这个黑糖牛奶双麒麟 就是淡淡的黑糖味 然后买味比较重 可是我觉得蛮好吃的 就是很清爽的那一种 哇 他真的是超级可爱的很疗愈 可是因为我刚刚他先拍特写 所以他的脸配成这样的 很软Q 然后有一点小黏黏的 据说他是用那个日本河粉 所以吃起来跟台湾汤 有一点微微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那个损感 另外一碗这个红豆汤里面会有 一只是龙猫 然后还有一个小黑炭在旁边 然后有一般的小汤圆 这个红豆汤是只有热的而已 有点可惜 我刚想说哇 今天很热就有冰的 就太好了 红豆还满绵密的 然后料真的超级多 点了一碗红豆汤 然后还有一个炭炭 再加一只双麒麟 这样才160块而已 最后我们来到了群岛景观餐酒馆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颗大月球 很难不被它吸引欸 走吧 我们先进去 因为我是定六点的位置 它的室内这里是有一点点海岛的风格 然后座位区有分室内跟室外 室内的话它墙壁还有投影 可是满暗的 所以我今天应该会坐在这个户外的空间 开动了 三点上来了 可是因为我刚刚已经去吃了湯圆 所以我就没有点两份主餐 这个是白酒蛤蜊意大利面 蛤蜊看起来是还蛮多的 它面条是偏硬的那种 不过我觉得味道就是普普通通的 松露煮条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有点小贵 因为通常松露煮条的酱 应该是要给你松露酱 但是还是撒一点点在上面 然后给你番茄酱 那就可惜掉了 就感觉好像失去了一点点松露煮条的重点 他们这里的大物选择很多 可能是因为大家就会配酒喝吧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很爱喝酒的人 所以我就没有点调酒 但他们其实还有什么周三什么是周四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去他们的观望看 就会有一些活动 我吃饱了 可是我觉得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失望 因为餐点有一点普通 然后又有一点小贵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店内长来 跟我原本在网路上查到的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它最靠近连石坛的那一区 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排到坛景 然后有一些 就是像是海岛风格的那些布置区域 也都没有了 可是我刚刚要出来看到有一群人 就是一起喝酒 所以这里可能真的比较适合那种团体 一起来然后玩游戏啊喝酒 这样子都活动 今天高雄一日游到这边结束了 我从白天玩到了晚上 可是我都没有太多的车程移动 全部都在高雄巨大附近而已 如果你们也是不喜欢游 太多移动的人 就会很适合这一集 那如果大家很喜欢今天的行程 想要有文字版的懒人包 推荐大家下载前面跟大家分享的 探派购来去游 我也会把今天的行程在上面打上 你们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行程加入收藏清单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很棒 因为看到喜欢的景点或是行程 当然是要先收藏再说 来去游也有邮寄的功能 可以加入文字或者是图片 利用不同的媒介 把当天的心情记录下来 加上它也是国内外旅游 全部都有喔 是一个很好用又免费的APP 大家赶快下载起来 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看完要记得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也要追踪我的IG喔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